接下來我們要先測定 因為32伏對了 我們要往下測說電源系統到底是不是正常的 這樣可以嗎 那32伏特等一下會經過 先經過這個FUSE 可以嗎 這個FUSE你等下要自己確認它的規格合不合 安排數合不合 那FUSE之後會有整流器 整流器整出來會是45伏特的直流電 我們先確定這個45伏特的直流電是對的還錯的 可以嗎 那在測試這個時候呢 我建議先把這兩顆IC先拔掉 先放旁邊等一下才不會燒掉 這樣可以嗎 因為你供電錯這兩顆也就燒掉了 可以嗎 有聽見 第二件事等一下要測試前 因為你三顆都是大電容爆炸很嚴重 可以嗎 你們再確認一下這三顆電容的極性對不對 兩個人交差比較 好 那這件事先做 這是 第二個步驟 你都拆完之後 你再幫我做 幫老師做一件事 你先量測這個 這個 那個 你先量測這個整流器輸出的這個點 C1這個點 對地的阻抗過不過大 可以嗎 對地的阻抗 這個阻值如果很小 我們就不要給電了 因為給上去可能就直接短路了 可以嗎 所以我們看C1的上端這邊 跟D這兩邊的阻值是多大 你們等一下量測出這個阻值給我 你們兩個也交叉比較 阻值夠大的時候我們再給電 這樣可以嗎 還沒給電前先量阻值 好 OK 這是第二個